修行学佛 让我们懂得用慈悲心来利益一切众生 佛在世时曾有弟子问佛陀 如果众生求法 如何能得到法而无所谓 长恒勇猛精进呢 没有 其实佛法的可愧就是它用在生活当中 因为其实挑采运水都是法 然后呢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绝 所以事实上在世间人在生活当中就可以看到佛法 其实佛法对众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也虽然我32岁出家 但是我觉得太晚了 如果能早一点出家更好 那今天刚好这个姻缘碰到 我觉得真的是佛法很好 而且他也讲到说怎么样帮助这些年轻人 是年轻人如果今天学佛法 我相信他们会过得跟扎实 不管今天世界怎么乱 但是你有佛法在 世界在怎么让你的心是安定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把佛法传播出去 多一点的众生来学佛法 其实不是只有年轻人 老少嫌疑 当一个人年纪大了 他该走 他离开这个世间 他如果有佛法 他事实上不会恐慌 他不会怕死 因为他只是搬到另外一个家去了 所以佛法事实上对每个众生都有很大的帮助 众生心迷茫不安 烦恼重重 即使接触佛法 仍不能安定 要多造福人群 利益众生 世间安稳 众生则能安心闻法 而无所畏惧 十方新闻王天伦 许建议 高雄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